早在今年的前几个月,华为Mate20这一款神秘新机的在安兔兔基础测试跑分,就被爆料了出来。 据悉,Mate20的跑分达到了35W之多,具体为356918,加之今年华为满满黑科技的Kotabo技术,不足了游戏性能短板的起理处理器,终于和高通机械处理器的性能缩小了差距,不过目前这款Mate20上搭载的处理器结合综合性能跑分,似乎位居了第一。 据悉,排名之后是搭载高通骁龙845的三型S9加的845机型。 此外,拍照将依然是华为的一大杀手锏。 华为在前些日子里发布的华为P系列旗舰P20 Pro搭载了后置三摄像头的设计,无敌夜拍,成了P20 Pro的一大特色标签。 华为的这款P20 Pro搭载了4000万的彩色组后置摄像头,加上2000万的黑白摄像头,以及800万的光便摄像头,而这些只是Mate20的标配。 这次华为的新机Mate20恐怕还会进一步增加摄像头的模组,数以球拍照水平的建议,不提升搭载后置自摄像头。 比赞,外媒爆料人slashleaks在网络中,曝光了一张华为Mate20外观设计的3D设计图。 这样的设计需要似乎就是Mate20没跑了,无刘海,超频占比全面屏,3D结构光人脸识别,屏下指纹,这些都有可能在这部新机上得意集中提现。 比赞,华为Mate20还将待在70980处理器,这块处理器似乎会由台积电代工生产,并且质息是基于7nm工艺。 再者就是华为采购三星AMOLED的消息了。 据悉,有网友晒出了华为采购了三星AMOLED的图片,而这些屏幕很可能就是为Mate20备货准备的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文章,请持续关注IT爆料网获取最新的爆料资讯。